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北投的AIA宅滷肉飯 這一家滷肉飯店在這裡是非常知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都是銅板架 老闆娘妳好 那我要大碗的滷肉飯 這邊吃大的滷肉飯 然後還要切紅燒蹄膀 還要燙青菜、豆腐滷蛋 還有排骨湯 謝謝 青菜應該是空青菜 要先附嗎 然後這樣是180 180 好 那個滷汁照一下 看起來很厲害這樣 就上過電視的滷汁 這次被我再拍一下這樣 那老闆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帥這樣 那用餐區大概就是 可以做20、30個人 那上菜速度也很快 現在這個傳聞中的滷肉飯 我現在就吃吃看 記憶中 好像我小時候有來這邊吃過 記憶中 然後就是這個很厲害的滷肉飯 其實應該要擺這個方向才對 然後這個是 呈現我們在正面 然後是黑金黑金的滷肉飯 現在就吃吃看 嗯 嗯 嗯 好吃 非常的有古早味 然後是甜甜鹹鹹的味道 嗯 好吃 然後充滿著油蔥酥跟這個豬油的香氣 嗯 好吃 嗯 不一支支不一支支的感覺 讚 好 超好吃的 嗯嗯嗯 不過吃起來好像我沒有吃過這家滷肉飯的感覺 但是是充滿了古早味 那滷蛋吃吃看 嗯 嗯 滷蛋很香 感覺是那種鴨蛋的滷蛋 很好吃 那滷肉飯的分數我覺得是滿分喔 很好吃 嗯 非常棒 好現在把這個嫩豆腐倒進來 聽說這個是另外一種經典的吃法 就是這個 豆腐然後配肚肉飯吃 好吃 嗯嗯嗯 讚 喔好燙 喔 又燙口又好吃 喔這家店就是之前有上過電視的 喔很好吃 喔好默默 喔又燙又好吃 好那國外的朋友 你看看應該是流口水喔 這一個滷肉飯是非常經典的店家 好不枉費我從台北市坐捷運過來 坐了快一小時 好好吃 好滷肉飯非常的可口 它就是甜甜鹹鹹的味道 然後充滿了古早味 好很好吃 好白飯稍微有一點 一大頭一大頭的飯粒喔 但是味道是很好的 我這個是滷肉飯的部分 好那滷肉飯還會黏嘴巴喔 會有點黏稠的感覺很厲害 那這個是我切的紅燒蹄膀 好現在吃吃看 好不一支支唷 好不一支支撥一支支的 然後有部落客建議說 不要沾它這樣吃會比較好吃 嗯嗯嗯 喔 齊胖酪超好吃的喔 你剛是甜甜鹹鹹的滷汁這樣 好很讚 好整個就是一個老阿嬤的味道 好吃 很好吃 吃得出這個豬肉的甘甜味 跟這個紅燒的味道 很好吃 這個紅色沾醬 還有點干擾的味覺 建議不要沾 嗯嗯嗯 噗一滋滋的好 味道非常好 單原味就很好吃了 好吃超好吃的 如果是愛吃這個滷肉飯 跟這個噗一滋滋豬肉的朋友 你一定要來吃吃看 非常棒 這個我覺得也是100分 棒 好再來是 波羅克推薦必點的排骨湯 好吃吃看 感覺就是很古早味的感覺 嗯好吃 就是一個古早味 因為大概這邊是菜市場的關係 所以豬肉吃起來很新鮮很甘甜 很好吃 然後 排骨酥的肉也蠻大塊的 然後 排骨酥的肉也蠻大塊的 嗯嗯嗯 就稍微普通一點 但是也不錯 最經典的就是 滷肉飯跟 紅燒 蹄膀是必點的喔 那湯的話就看個人 這個必點我倒是覺得還好 口味還好 是古早味啦 但是就 沒有那麼驚豔 哈哈 好 這個是湯的部分 想喝也是可以喝啦 然後裡面這個應該是冬瓜 好吃 好吃 成長廣播 好 再來是為了健康而試了燙青菜 整個水就 整個嘴很黏稠黏稠的感覺 很棒 充滿了古早味跟這個豬油香氣 哈哈 整個人油了起來 嗯嗯嗯 這個滷肉 超經典的 很好吃 甚至強了這個青菜的風采 很棒 但湯青菜的分數我覺得是 85分 但滷肉真的超好吃的 為什麼會給他 這樣你知道原因嗎 稍微燙的 太過頭了點 個人覺得 應該可以再少燙幾秒 就會比較脆綠 比較脆 這個就有點過軟 那大致上是這樣 好裡面這個場景我就拍一下 然後這邊 部落客最常拍的是那個桌子 然後有個月曆那邊 但是我今天沒有做到那邊 那這邊就是一個菜市場 好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東西很好吃 尤其是這個 滷肉跟蹄膀的部分 非常的棒 好那再來就往另外一家店移動 有一個飲料店是必吃的 啊必喝啦 這邊還有現做饅頭 好想說也很少來這邊啊 所以就順便拍一下 充滿了這個懷舊的情懷 很多老人 這樣 好那這邊有個樓梯下去 好那這一家店就是傳說到這邊 一定要喝的茶店 好這邊就叫做高級茶莊 好那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們時間是有限制的 每年11月1號到隔年4月30號 供應熱茶熱咖啡冰熱可可 好其實我想要那個無油茶 大杯龍杯 大杯 大杯25嗎 是25嗎 對大杯25 好謝謝 好蠻大杯的 好蠻大杯的 好 好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傳說中必喝的無油茶 那現在就喝喝看 因為它已經封起來了 所以看不到茶題 那就喝喝看 有點像茉莉花茶的感覺 然後微微的甜度 好喝 總之還算蠻推薦的 還蠻好喝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茶的味道是90分 因為我還蠻喜歡喝茶的 這個還蠻好喝的 好那就推薦給喜歡喝茶的朋友 很棒 算是這邊的獨特的茶店 好可以看到就是很容易排隊 所以這個 可以喝喝看喔 還不錯 好CP是蠻高的 也蠻大杯的 你看這麼大杯才25 好我剛喝那個就叫無油茶 是烏龍茶加綠茶 好那現在就是 算是幕後花絮的時間 這邊是菜市場 我們就拍一下吧 好那這建築物就寫著 台北市公有北投市場 攤商自治會 OK 我好像走錯了 所以應該是要從這邊進去 這邊還有一個八島咖啡 好 好可愛的狗 菜市場還算乾淨 好這個就是 活活活媽媽的時間 好可愛的狗 我記得我剛剛是從這邊進來 應該是 這是一些小菜 這個值得拍一下 這是現做麵 就是從那個麵團這樣子直接做出麵條來 這是菜市場肉乾 可以試吃啦 謝謝 吃看看 好吃 淡淡的清香 叫基本裝還不錯 但是我吃好飽所以就下次 再來就是菜市場 我也是第一次來所以我並不是那麼清楚要怎麼走 我也是第一次來這個菜市場 好大隻的花枝 感覺這個油飯好像還不錯的感覺 這個油飯有兩種 一個是甜的一個是鹹的 然後竹香黑米糕 跟雞腿糯米糕 這就是鹹筍 這是蘆筍 蠻糊糯米糕 柔順了 柔順了後面那個不會凹 整個就是一個很婆婆媽媽的感覺 今天 看起來好像不錯 這家滷味湯看起來蠻乾淨的 好大的西瓜 小鮮肉看一下 難道有小鮮肉 你不要擋住鏡頭啊 你你 這樣女粉應該沒話講 帥哥我也是有造的 而且這麼man的耶 帥哥 可以試吃嗎 好 那就站在帥哥前面試吃這樣 好太幸運了 女粉你太幸運了 又帥又甜就跟我一樣 好認得這一攤是寫新思路11號 帥哥 好我冒著生命危險拍他 他拿西瓜刀這樣 哈哈 好不錯 好 好 結束的鞋子 好大的市場也好熱 感覺這一家好像也很好吃的感覺 菜的家 好 好這邊就是賣豬肉的 野雞滿了人 好 好 好 看起來豬肉很好吃的感覺 好 台灣的這個豬肉就是這樣子 好近距離照一下好了 好 OK 那繼續 好 這是賣雞的 好像應該快要走到頭了 還有外國人啊 外國人你會買菜 好 好 好刺眼的陽光 所以我還說明天不是這樣 因為後天一定沒用 那明天我要看 人家留完有沒有 才能 這肌肉看起來很漂亮 好牽手肉店 好 那再來就走到頭了齁 好 有看到滿坑滿谷的蚊蛋啊 那個日本朋友你有看到嗎 看清楚囉 好 一斤才啊十五塊而已 好 有看到滿坑滿谷的蚊蛋啊 那個日本朋友你有看到嗎 一斤才啊十五塊而已 好 好那台灣也是水果王國啊 絕對讓你吃到 應該吃到就是受不了 哈哈 好那這邊應該算是北投市場吧 那就祝各位你來吃東西吃的開心 還有逛菜場逛的滿意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那這個幕後花絮可看可不看 拜拜